25号深夜11点多 南投民间乡寿天宫举办 玄天上帝祝寿仪式 却只有庙方人员不见香客 照片中用栏杆围住 想参拜祝寿的香客 全被挡在外面 监视器画面中也能看到 庙前广场人潮稀稀落落 就是为了防疫 三台游览车 变成不到一台 甚至只有镇头 镇头在前面 后面就没有随乡的客人 靠这个油游车大车来 比较近的比较秀 真的很有感 2019年祝寿仪式 寿天宫周边 能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有镇头还有香客随行 5000家全台大小宫庙来祝寿 信仲来参拜庙里庙外 都被集到水泄不通 如今却是人潮锐检 庙里庙外空得很 今年我差一半 所有人都在顶头 凶一半一天 外界执意大甲妈祖 绕境都延迟 为何受天公 祝寿仪式不停办 庙方解释 两者无法相比较 但今年考量疫情 和县府要求 不邀请贵宾 大幅缩减办理规模 去年邀请艺人表演 今年一个都没有 只保留45分钟的 祝寿仪式 也都有要求庙方人员 戴口罩用酒精定期消毒 这是正确的啊 疫情问题我们就重检 非常实情 庙方缩小规模 也呼吁民众自行分散 参乡时间保持距离 避免发生传染风险 三星五 国际朋友们 南投报道